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六月二號的公示手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交通部規劃 九月才要上路的五十五億國旅振興補助 決定要提前到七月十五號開始 試用週一到週四 而自由行的部分 旅客最高享有一千三百元住宿補助 每人限用一次 另外 因應國際航空燃油價格持續上漲 六月三十號開始 國內線班機的票價 平均調漲一百元 來到松山機場 聽著熟悉的廣播 民眾大包小包到櫃台報到 端午假期即將到來 提前出遊或返鄉 不過國內線航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從六月三十號開始 機票價格又要再次調整 不漲的話好像有點不太合理吧 因為所有東西油價都在漲 你不漲 我覺得航空公司也不盡量撐得下去 搭飛機本來就會比較貴一點點 如果漲價是還能接受 攤開票價表 台北飛金門華信航空 從原來的兩千四百零九元 變成兩千六百四十一元 增加兩百三十二元差額 漲幅百分之九點六最多 利容航空則從兩千四百四十五元 漲到兩千六百一十八元 增加一百七十三元 漲幅百分之七點一 如果分別從台中和高雄飛往花蓮 也要多負擔一百多元 漲幅百分之六點二和百分之七點九 民航局表示 因應國際航空燃油價格 持續升高 國內各航線票價 這是平均調漲一百元 根據主機總署資料 我國今年一到四月 進口能源類原料物價指數大漲 百分之七十一點八 而物價漲不停 國內觀光旅遊 也因為疫情衝擊 人潮還沒回籠 業者訴求中央國旅補助提前實施 交通部一號和旅行業者等人 座談後 原本規劃九月才要上路的 五十五億國旅陣型補助 決定提前到七月十五號開始 一路到十二月十五號 自由行部分 旅客最高享有 一千三百元住宿補助 也將持續辦理獎勵團體旅遊 最高美團可補助三萬元 不過業者喊話取消打第三劑疫苗 才能參團等限制 觀光局則回應會再轉達 給疫情指揮中心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的頭條是 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現在全國染疫率是百分之九 疫情仍然是處於高原期 推估全國染疫率過了百分之十 確診人數就會開始減少 專家認為 再過一兩週 趨勢就會下降 自由時報跟雷合報都是報導 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 昨晚和美國貿易副代表 碧陽齊視訊會議 雙方達成共識 決定要啟動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而首次會議是在月底 於華府來舉行 將會就十一個議題談判 這也是臺美經貿關係的重大突破 記者會被警方上臺灣和美國國旗 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一號在和美國貿易副代表 碧陽齊線上視訊對話後 雙方宣布正式啟動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鄧振中表示這一刻他等了三十年 首次會議將在六月底於華府舉行 台美雙方將面對面會談 會議內容涵蓋中小企業 法規定定原則 貿易便捷化等十一項議題 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 這具有高度的戰略意義 經濟部長王美華和行政院副院長沈榮金 分頭向產業界打電話詢問意見 表示也獲得業界肯定 更是臺灣的重大突破 總統蔡英文指出 未來台美雙方將開始進行談判 目標是達成高標準 而且具經濟意義的貿易協定 而記者會上媒體問到台美貿易倡議 是否會有簽署文字化的協定 鄧振中表示不用簽署 因為目標是談判 等美國內部程序完成後就可以正式啟動 記者 朱鳳篪 吳其昌 綜合報導 本土疫情昨天是新增了八萬八千兩百四十七例的本土病例 中重症有兩百四十例 死亡則是有一百二十二例 死亡個案中出現了兩名未滿一歲的嬰兒 都是在家中猝死才確診 現在醫療量能緊繃 指揮中心宣布即日起推動專責病房 可由護佐來進入協助照顧病人 今天是每人每班八小時五千元 新冠本土疫情在升溫 一號新增八萬八千兩百四十七例本土病例 新北市 臺中市以及高雄市新增病例超過一萬例 臺北市的病例數已經降到七千多例 而中重症新增兩百四十例 死亡則有一百二十二例 一百二十二例的死亡個案當中 有一百一十五例是有慢性病史 那有八十四位是沒有打滿三劑的疫苗 其中五十五位是沒有接種任何一劑的疫苗 死亡個案中有兩名嬰兒 一例是印尼籍五個月大的女嬰 五月中旬發燒 快篩陽性 使用退燒藥 隔天發現昏迷 緊急送醫仍然不治死亡 另一例則是本國籍一個多月大的男嬰 是早產兒 有肺部疾病 同住家人有人確診 五月二十四號發燒 隔天昏迷 緊急送醫仍然沒有生命徵象 採檢為陽性確診 成為疫情以來年齡最小的確診死亡個案 指揮中心宣布即日起推動專責病房 可由護佐進入協助 但是醫院要先安排感染管控等訓練 護佐津貼是每人每班八小時五千元 平均每人照顧六床 今年累計感染人口超過兩百萬人 百分之九十九是輕症或無症狀 目前居家照護有四十六萬三千多人 佔百分之九十七點四 其中以臺北區十九點一萬人最多 住院則有七千九百九十一人 今年三至五月 全國染疫率是百分之九 其中基隆百分之十六 六都中臺北市百分之十點六 新北百分之十五點二 桃園百分之十二點五 臺中百分之六點五 臺南百分之五點八 高雄百分之六點六 全臺疫情可能還會在高原期徘徊一陣子 記者賴鼠敏妝志成 吳其昌 台北報導 兒童重症引發家長的憂慮 昨天開始 中央發放給零到六歲幼兒 每人五劑的免費快篩 家長要拿著孩子的健保卡前往藥局或衛生所來領取 也是採取星期一三五 二四六身份證單雙號分流的機制 而高雄市更是加碼兩劑 針對兩歲以上還沒有就讀幼兒園的幼童 由里長來發放 而疫情指揮中心從昨天起 在六都設置了七個五到十一歲兒童疫苗接種站 端午連假也不休息 主要是提供輝瑞 BNT疫苗 而台北自由廣場一早八點半開打 就湧入了不少的家長帶著孩子來打疫苗 一針打下去 小朋友痛得哇哇大哭 不過可以獲得保護力 避免感染新冠病毒 有不少家長因為擔心本土疫情 特地帶家中孩童來打疫苗 因為他現在幼稚園本來有預約 可是可能造冊還要一點時間 然後昨天看到這個快打站就趕快來 因為我原本是有預約台大醫院 但是我覺得那裡還要就是很麻煩 這邊就比較方便 也有小朋友因為學校停課 無法及時在校園接種 改由阿公陪童來打疫苗 全台七個五到十一歲兒童疫苗 大型接種站六月一號起開打 冬午連假也不休息 主要提供輝瑞BNT疫苗 平均每站提供兩千到三千劑名額 除了可以上網預約 也可以隨盜隨打 台北自由廣場接種站 一號上午八點半開打 短短一個多小時 就有兩百名兒童完成接種 醫師提醒家長 回家後要留意孩子施打後 疫苗副作用 發燒三十八度以上 超過四十八小時後或者病人 這個兒童有比較喘促 隨時來到醫院來醫師 來跟你做一些診斷 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除了台北自由廣場 新北板橋車站 桃園巨蛋體育館 桃園陸軍專科學校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臺南市立圖書總管及高雄展覽館都可以提供家長選擇 但如果孩子曾經染疫 就必須在確診康復三個月後才能接種疫苗 不過前天包括苗類雲林在內的非六都縣市 卻是傳出中央配發的兒童疫苗 有出現了短措的情況 縣市首長提出質疑 而指揮中心澄清到五月三十一號 已經配發九十多萬劑的輝瑞BNT給各縣市 數量絕對足夠 可能是計算方式不同產生誤解 六都兒童疫苗大型接種站六月一號開打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現場施打狀況良好 但苗栗縣卻傳出中央原先五月三十一號 預計播配的四千劑兒童疫苗 只來了兩千五百劑 出現短掃的現象 苗栗衛生局緊急調動配發到合約醫院的疫苗 提供校園接種 雲林縣也少了三千三百劑 縣長張立善指稱 疫苗被調撥到南部大型施打站去 只能緊急跟鄰近縣市商界 對雲林的孩子來說相當不公平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則提出數據 截至五月三十一號為止 以配發九十萬四千六百劑 輝瑞BNT兒童疫苗到各縣市 五到十一歲戶籍人口接種率 苗栗相達到百分之九十六點三 雲林百分之九十六點零九 指揮官陳時中說 沒有抽單的問題 是推估需求量的計算方式不同 指揮中心強調 大部分縣市戶籍人口接種率都可來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保證疫苗量絕對夠 地方政府如還有需求 應儘快提出 也提醒疫苗屬於防疫物資 有時效性 過度存放就是浪費 記者 民風龍濤 王維雄 臺中雲林報導 等午節過後 高中以下的學生是否持續停課 到昨天八晚為止 全臺已經有超過十五個縣市 包括了離島 陸續宣布高中以下的學校和公立幼兒園 下個禮拜繼續遠距教學 目前只有臺北市宣布 下週恢復實體授課 暫停實體課程十多天 新北市白雲國小六年級的孩子就兩天返校參加畢業考 其他年級學生繼續在家遠距上課 開心見到同學 小學生涯將畫上句點 小六的孩子想盡早回校上課 由於新北市以彈性授權學校決議 學校防疫小組一號下午決議 端午節後恢復實體授課 而新北的系指區多數學校做出相同決議 校長線上巡堂 看看教學與學生情況 在臺北市高中以下學校暫停實體課程已兩週 不過市長柯文哲早就宣布六月六號當週恢復實體上課 而國九和高三生仍然是線上到畢業典禮前一天 不管是五大考科還是藝能科 這個學生的學習效果真的打很大的折扣 不是只有我們老師學生希望回來學校上課 我們的家長也都希望把他們的小孩子送回學校來做實體上課 臺中南投彰化雲林嘉義縣市臺南高雄和宜蘭 一號陸續宣布再延長一週遠距教學到十號或十二號 加上早就宣布的連江縣 共有實縣市下週繼續線上教學 本土疫情仍在高原期加上疫情北降難升 中南部縣市陸續公布最新應對措施 延長一週遠距降低孩子可能面臨的染疫風險 記者林曉慧 沈志明 王龍濤 王微雄綜合報導 勞動部公布了最新無薪假統計 目前有高達兩千五百七十八家 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三人實施無薪假 比上週增加了九十九家 尤其是住宿餐飲業飽受衝擊 勞動部指出這次五星假是今年疫情爆發以來影響最明顯的一次 人數也創下今年新高 另外來看到等午節即將到來 包粽子的豬肉也漲價了 還有雞肉 鴨肉 平均批發價也漲了一到兩成 農委會承諾會供應更多的禽畜肉品滿足市場需求 有信心讓價格恢復穩定 粽葉一打開 金黃色的米粒色澤飽滿 無論是荷葉粽還是一般的粽子裡頭料多實在 等午節即將到來 但賣粽子的店家卻高興不起來 因為原物料飛漲 粽子利潤越來越薄 肉粽老闆說 今年豬肉與香菇已調漲百分之二十 蛋黃每顆漲三元 連粽葉和糯米也都喊漲 目前先自行吸收漲幅 而面對今年肉粽價格普遍上揚 農委會認為是黃豆玉米飼料已經漲一波 豬肉跟著便貴所寄 面對漲價 有人少吃 也有人選擇不吃 民眾過端午才自主應變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四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百分之三點三八 創九年半以來新高 而今年一到四月 勤觸屠載量也比去年同期減少 今年初至今 豬肌壓等各式勤情產品 平均批發價以上漲一到兩成 帶動末端零售價格上漲 消費者也越來越有感 農委會承諾會供應更多勤觸肉品 南韓六月一號 重新開放外籍人士入境觀光 只要有打兩劑疫苗滿十四天到一百八十天內 或是完整打三劑的外國遊客 今後入境南韓將免隔離 不過不含高端疫苗 日本是六月十號起 也將開放小型的旅行團入境 面對越來越多國家放寬旅遊限制 國內申請護照的人數也增加 六月一號起 護照也可以上網申請 民眾可以預先填表上傳照片 縮短現場等待的時間 領務局大廳申辦護照人潮不少 近來隨著國際疫情趨緩 旅遊開放 國人也開始為出國做準備 護照申請人數增加 衛教部六一號正式啟用護照 一化申請系統 可以預先上網填寫資料 縮短現場等等待時間 大概從三月開始 我們就注意到這個量開始往上衝 到三萬 三萬五千本 所以這個需求的確是越來越多 那再加上很多的民眾他手上的護照 其實都已經不到一年或者是過 護照意化填表系統 包括預約申辦及上傳數位照片 功能 可以協助初步預檢照片 是否符合護照規格 降低零貴申辦 時的照片不合格率 上傳成功 還可以免付實體照片 外交部呼籲 可以來更換新版的晶片護照 而現在不只護照上加註臺灣 國際駕照七月一號起 也比照辦理 加註放大臺灣的字樣 公路總局表示 加註是不影響國際駕照格式 目前跟臺灣國際駕照互惠的國家跟地區 總計有九十五個可以使用 而七月一號新版上路 但是沒有到期的舊版國際駕照 也還是可以使用 記者和朋友組 台北報導 中國四川 昨天傍晚五點左右 接連發生了兩起規模六點一和四點五的大地震 造成山區有巨石崩落 當局已經出動了數千名的救難人員 前往現場救援 目前已知至少造成四死十四傷 地牛翻身 瞬間劇烈搖晃 老師先讓教室內的學生躲在桌子下 等到搖晃停止後 再引導所有學生逃到教室外空曠處以防餘震 中國四川省雅安市的廬山縣和保新縣 一號傍晚五點左右 在五分鐘內接連發生兩起規模六點一和四點五的大地震 由於地震深度只有十七公里 屬於極潛層地震 當局立刻啟動地震第三級 應急響應 並從臨近省市吊派一千多人趕赴現場救災 目前已知至少造成四死十四傷 都在保新縣地震專家研判 這是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號規模七強震的餘震 兩起地震的震央相距九公里 由於當地建築已經進行抗震加固 耐震性都有所提升 不過專家仍提醒 有三點要特別注意 一個是要防範強餘震 第二個是要儘快地對房屋 以及有關的重要的基礎設施進行排查 第三個方面 這個地區也是地質災害的一發區 這起地震造成山區貪荒 巨石崩落 有幾輛車遭到砸毀 由於當地未來幾天有可能下雨 專家也示警要慎防山崩和土石榴等災害 公視新聞正位的吳曲昌編譯 轉換一下心情 來看科技幫助我們的生活更便利 Google利用了人工智慧開發的一款翻譯眼鏡 在接收對方的聲音之後 會進行即時翻譯 把字幕顯示在眼鏡 目前可以用於英文 中文和西班牙文之間的交談 也可以為美國首語來進行翻譯 主在美國的這對華裔母女有溝通困擾 這時Google正在研發的翻譯眼鏡就派上誘唱 你必須看著我所說的 在實際上的翻譯 像世界上的字幕 我們在工作上是技術 讓我們解釋了語言障礙 谷歌這款翻譯眼鏡結合AI擴增實境與翻譯功能 可以為不同語言進行即時翻譯 字幕會投影在眼鏡上 我正在看你的眼睛 看起來像你正在看著我 我看著你 根據報導 目前這款翻譯眼鏡 可以用於英文 中文和西班牙文之間的交談 也可以為美國首語進行翻譯 未來實際產品如果問世 將為人類生活帶來更大的便利 譬如這位只懂西班牙文的老闆 會說英文的顧客修腳踏車時 就可以聽懂他們在說什麼 而有語言各合的華裔母女 也可以暢談無阻了 公視新聞的惠民編譯 關心天氣 接著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 這是首語新聞 我是牛軒文 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 就知道了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節目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